现在孩子最需要什么 有一次听一朋友弹塌教育孩子的一段感悟 女儿考上大学后虽然离家很近 但为了锻炼她独立生活的能力 还是决定让她住校 这可不得了了 开学前半个月 她妈就开始给她买这买那 几乎天天去超市 结果买到开学那天还没买够 从吃的到穿的再到用的 家里东西多的都快成了小超市了 我心里着急 有这个必要吗 这是多大的浪费呀 可是看到她妈那副慈母的样子 又不忍心给她泼凉水 女儿只是听任她妈成堆的往家搬东西 无动于衷 开学那天送女儿上学的时候 我对女儿说 你不在家 没人跟我斗嘴了 你老爸该多寂寞呀 女儿一听这话 一下扑到我怀里哭了半天 送完女儿出来 爱人就骂我们父女没良心 说她自己为了女儿上学 忙活了半个多月 累得觉都睡不着 到头来 女儿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 甚至有时候还嫌她烦 我赶紧安慰她 其实当然还是你最关心孩子 她也早已习惯了 觉得你做那些都很正常 我对她很少过问 稍微给点阳光 她就灿烂了 爱人听了这 才感觉稍微好些 其实有句话 我没说 说出来 怕爱人更伤心 你虽然给孩子买了好多好东西 但你做的那些 不是她最需要的 甚至是多余的 孩子当然没反应了 我虽然只说了一句话 但是说到孩子心坎上了 这句话 包含着我对她的尊重 理解和疼爱 这正是她最需要的 所以她就感动得不得了 朋友的这段感悟 很有代表性 在衣食无忧的今天 我们的孩子 究竟需要什么 现在孩子 大都是独生子女 在家里 没有一起玩耍逗闹的兄弟姊妹 在学校里 同学之间 学习之外的交流 几乎都被剥夺 也难以找到知己朋友 但人 是有思想和感情的 需要互相交流 而人有了烦恼和不良情绪 更需要排遣和发泄 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孩子 不管是生理还是心智 发育都比较早 内心世界都很丰富 如果孩子外界的朋友少 父母再不做他的朋友 甚至于孩子心理上 处于对抗状态 那么一个问题孩子 便由此产生了 所以 现在的孩子 最需要的 是真正尊重 理解他的知心朋友 而不是 事事给予他指导 管教 并包办一切的家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 家长 最应该做的 就是要放下家长的架子 成为孩子真正意义上的知心朋友 其次 既然孩子物质上出现过剩 那么经济上的付出 就不再是关键了 但事实上 很多家长总以为 孩子的一切物质要求 都得到了满足 自己便为孩子 做到了一切 甚至有些家长 为了孩子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自以为 只要肯花钱 就能换来孩子的 美好前程 这种现象 在成功人士的身上 表现得更为突出 成功人士 由于工作压力大 没时间陪孩子 就想在孩子身上 多投点资金 来弥补对孩子的关爱 其实这些家长 是错上加错 这样家庭中的孩子 真正需要的 不是金钱 而是家长陪着他 共同成长的时间 反观有些家长 个人事业红红火火 自己的孩子 却一塌糊涂 家长还反过来 怪罪自己的孩子 如果这样的家长 也算成功的话 那这种成功 究竟有多大价值 这里我们举一个 同修家的例子来说明 这位同修一家三口 还算和谐 只是有时 他会和八岁的儿子 闹闹别扭 怎么闹别扭呢 无非就是 他要求孩子这 要求孩子那 孩子不乐意 有时不听他的话 弄得他挺生气的 孩子呢 也不高兴 这个现象后来 慢慢化解了 怎么化解的呢 这里要感谢同修的先生 这位爸爸 观察到妻子和儿子之间的矛盾 没有立即跳出来 指责孩子跟妈妈顶嘴 也没有说妻子 有时对孩子的要求 过于严格 而是一如既往的 在下班回到家后 陪儿子 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 还经常想出一些新奇特的游戏点子 逗得儿子非常开心 在一次父子俩疯闹的过程中 恰好抓住一个机会 讲到男人和女人的问题 爸爸就告诉儿子一个道理 男人要爱护女人 在家里即便儿子还小 但毕竟是个男人 要懂得爱护 作为女人的妈妈 虽然有时 妈妈可能有些事做得不够好 但也要理解 妈妈是好心 不要跟妈妈顶嘴 让妈妈不高兴 有什么想法 可以好好跟妈妈说 妈妈一定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这件事是童修后来才知道的 因为有一天 他很惊喜地告诉老公 说儿子最近改变了很多 当发现妈妈生气时 一改往日的常态 马上跑过来拥抱妈妈 劝妈妈别生气了 儿子的一个拥抱 一个吻 妈妈的心情立刻就好了 母子俩 也可以心平气和地沟通 互相说说自己的想法 了解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 双方商量着 事情很自然就解决了 童修的先生笑着告诉他 这是他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努力做的事情 童修很感慨 自己也反省了很多 家庭气氛更加和谐了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 如果一方面这位爸爸 劝导儿子要爱护女人 但另一方面 爸爸自己遇到和妻子 意见不合时 就跳脚大叫 那么儿子会幸福吗 当然不会了 所以关键是自己要先做到 然后再善巧方便地抓住机缘 教育引导儿子 大家想想 如果这位爸爸一看到儿子 跟妈妈顶嘴 就马上跳出来 指责儿子 给儿子讲那些道理 效果会怎么样呢 儿子很可能会更加反感 儿子为什么很自然地 接受了爸爸的劝导呢 因为爸爸一直在付出时间和精力 在用心陪伴着儿子 这种陪伴又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 而是爸爸也乐在其中 和儿子共同游戏 共同成长 儿子在这个过程中 把爸爸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对于爸爸的话 很自然就信手了 这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呀 到后来儿子也做到了爸爸的劝导 这就是价值统一了 突破现状就不难了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 这个爸爸跟孩子玩 是因为他自己也乐在其中 可是我真的觉得和孩子一起玩 那些游戏很没意思 很枯燥啊 这位同修也曾经问过他先生这个问题 问他怎么那么有精力 陪孩子玩那些游戏 真的那么有趣吗 先生告诉他 其实我也不喜欢玩这些游戏 下班回来 我也想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上上网 看看新闻 下下棋什么的 但是你要考虑孩子呀 你要让孩子开心呀 所以回到家 我就把自己交给孩子 不去想自己那些喜好 全身心地陪孩子 慢慢的 自己在其中也会找到乐趣 等孩子睡了 不需要我了 我再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也挺好的 所以 家长用心陪伴孩子 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中 和孩子之间逐渐建立了信任 才可以逐渐引导孩子 往好的方向发展 不断地帮助孩子 这颗小树苗越长越直 愿每一位父亲母亲 都能成为孩子的伙伴 孩子的朋友 和孩子 共同成长 有红柿 邻子 儿子 的 还没 是 发生什么 运动 不少